死囚刚要处决,皇帝问,你是哪里人?死囚回答后,皇帝说,赦免,朱元璋,在中国古代皇权大于法权,只要皇帝一声六下,所有当死不当死的,都必须立即赴死。 即使皇帝处理有偏差之处,大家也不敢拿法理去束缚对皇权。很多人是有绝对服从的怪性的明朝是一个皇权突出的朝代朱元璋废除了项权,就是为了将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为了夺取更多权势朱元璋煞费苦心,跟随他打下江山的兄弟也都被杀得差不多了。 不过朱元璋还是干过几件立国立民的大事,比如承治贪官哪个朝代对贪官的惩戒最为严厉明朝,妈就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对官员进行的一次严厉的彻查包括那些独职,失职的大臣,也在被打击的范围,之内当时有一个耿直的御史大夫,敢于逆隆林直言上见认为,皇帝对官员惩戒太严厉,有的罪不当死,有的不应该处以酷刑, 让皇帝再好好查查结果被判处死刑,他就是范从文。 范仲淹的第十三是孙好,在朱元璋,也不是昏君临行,前朱元璋将他又提审了一遍,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你姓什么,老家是哪里的停了一下又问, 你是不是姓范你跟范文正什么关系?原来朱元璋无意间看到暗宗,发现范从文无论是耿直的性格还是处事风格,以及写文章风格都与范仲淹, 一致并且他老家是苏州的这是范仲淹的老家朱元璋,一贯钦佩范仲淹,尤其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从文有些猛了,难道朱元璋在他临死之前,还要进行关怀吗? 范从文,不明白,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道,罪臣苏州人士无乃范文,正供第十三代孙朱元璋大喜,接着他又提出,国家要立法,罪过分清,等级分明,法大于权,让朱元璋更为感动,当场说,朕赦免你此罪朱元璋进了书房写了五福字,都是范仲淹的名句,送给范从文说,朕送你五福字,可免你五福字, 五福字死罪,这相当于一道道民死金牌,范仲淹一生正值清廉所积累的福德因,及后世子孙朱元璋心里很后悔,他觉得差点冤枉一个正值忠诚的臣子那样,岂不是大明朝的损失,所有在日后的断案里朱元璋就更加慎重会亲自审问或者派得力的人去审问,以免挫杀忠臣这个范从文,属于才华横溢的人,从小就非常努力, 一路求学考到进士,做官后体恤百姓从不收取贿赂,深受百姓爱戴,不过他为人太过刚直,在朝廷上却屡屡被打压这个性格,也跟其祖上范仲淹如出一辙,朱元璋想不到像范仲淹这样的名臣,在此朝他也能拥有不但亲自给他封绑, 还说了安抚的话让范从文也感动,不以一个姓氏,居然救了一族的性命可,见人在世时要像范仲淹那样正直清明,为人处事,不求荣华富贵但穷无愧我心,这也才能积累身后的福德,也才能让子孙后世,即使在险恶的环境里,也能平安富足性命无余。